今天的解釋是什麽 其實這個是改良的 這一瓶是醋 這樣我們吃那種的醋 你看我很大瓶 也是朋友送給我的 過癡了 沒問題 以前我教你很簡單 其實我覺得不夠完美 我後來經過研究改良 很簡單 就是一個香水教我的 所以我就聯想起來 這麽簡單 然後呢 如果我們這瓶醋 怎麽賭醬 聞到這種味道 他不敢走 我的龜子啊 裡面 那麽很簡單 根本我們 這樣一個人無的筷子 好像我們去外面吃東西 那麽無的筷子 根本我們 OK 把開了 塞進裡面 塞進裡面 塞到兩斤沒問題的 為什麽 因為它的瓶呢 因為我們經過它 上升的嘛 如果 那些水 可能 非法沒有怎麽完美 好像在水口這樣 托上去 那麽 然後呢 這個也是白療 就知道 我覺得 一多兩三支 比較好 因為它比較 這個味道比較容易 弄出來 OK 差不多夠了 我認為夠了 然後那個寶山寺 寶山寺 寶山寺 輕輕不肯很緊 其他很鬆動 其他非法的味道走出來 如果你封得很緊 它的味道跑不出來 噢 咱咱玩不到 我們當然玩不到 但是對咱咱來說 一點點都玩到 但是 一定要 不要封得很緊 一定要 小小很鬆的 很鬆的 然後呢 我們那條布 這樣包出來 因為 這個方法就是令到它 那個味道不好 怎麽容易非法 我綁住 哎呦 剛才不是很浪費時間 找大兩隻 沒有時間 沒關係 這樣綁住 綁住了 之後呢 我們放了 龜子刀 找那些 常常出木的地方 也可以 小小 鼻腹都可以避開 因為它鼻腹也不喜歡 那種 臭的味道 所以 那種臭比較刺激你的味道 所以 也是很好用的 好的 請訂閱 拜拜